SHE作为国内最成功的女团之一 自2001年出道以来 至今已经17年之久了 并且Selina Ella都已经嫁人了 有了自己的家庭 而Happy田夫珍现在已经单身艺人 日前田夫珍就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不当艺人时最大的满足感 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 前段时间刚过完生日的田夫珍 对于35亲手阶段的她来说 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一 她也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 以及属于自己的生活 她称在未来工作量会试着缩减一些 会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家人 见到一些子女该进的义务和孝导 不想等到将来失去了 才后悔自己做的太少 日前田夫珍在接受美丽家人专访时 就提到过自己不想被另眼相看 与其站在聚光灯下被大家注视的 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回归平凡人的生活 做一些简单而又平凡的事情 专访中她称 如果以后不唱歌了 希望完全不要被每天打扰 不希望被关注能够正常人的生活 下班后就是父母的女儿 朋友的朋友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听歌追剧 虽然说这样的生活真的很无绝 但这就是她想要的安稳状态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在追星的时候 要给明星多一些私人空间 同时也希望Happy能够像自己的那首歌一样 未来的她充满小心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